圓景在路口巧遇一台違規重機 打算上前攔查 沒想到重機騎士卻突然加速逃走 圓景見狀立刻打開鳴笛追了上去 在過程中甚至不小心摔車 停車 停車 我要一台救護車 不需要讓救護車 妳有沒有怎樣 8月31號彰化員林林錯拍出所的圓景 騎機車在路上巡邏時 發現一台重機違規行駛 於是騎到騎士身邊打算攔下盤查 但騎車騎士卻不顧紅燈 突然加速往前衝 圓景馬上打開鳴笛 一邊到喊停車 一邊追了上去 而騎士在逃逸的過程中 不顧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多次違規橫跨路口 還害了騎車的圓景摔車 因此也涉犯了公共危險罪 經過深入的研判 與謹慎的規劃 警方掌握了該車輛每日行駛的路線 並選擇最佳的攔截司機 經過兩個多月的追查 警方掌握了重機每天的行駛路線 並在10月18號派出多名警力 在路上成功將他攔截 當場依公共危險罪逮捕 除此之外還發現 他是一名聲碑四條案件的通緝犯 原來就是心虛 一看到警察就跑 害得一名女警摔車 最後將他依通緝罪名 移送地檢署歸案 東三新聞陳永毅、高志宏、廖宇軒 在彰化採訪報導 主要說 並不可思議 那是用的 來自行民這家 導演 冠軍